环球大战线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斯敏 今天网络独播版本时间 我们邀请到的是左振东老师 斯敏好 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今天呢 我们这个独播版本想要来聊聊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谈了很多的很多的军事议题 这次我们来聊聊一些 中国大陆内部的政治问题 那其实最近大家比较会关注的 就是即将在7月15号这一天的 中国大陆的三中全会就会即将展开了 那比较不一样的是 这一个三中全会这一次 原本应该是在去年的秋天举行的 这一次说是晚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有国际媒体做猜测说 为什么会时间晚了这么久的原因是什么 那现在有几个说法 国际媒体的说法 是不是因为中共的党内有一些争夺 或者是疫情之后经济的影响 所以导致现在这个整个会议都往后了 可能那原因是什么 那等一下请卢老师来带我们看 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包括了李尚福 还有魏凤和他们在这个之前 被以聚而收费开除了两个人的党籍 呃等一下也请老师来帮我们看看 这一波人事整顿在三中全会前 有没有一些可以特别来注意的事情 再来就是说最近其实大陆内部的企业跟外资圈 其实有一点点风声鹤唳的味道 为什么因为最近呢是说开始热议说要来成立 政府有可能成立所谓的紧税合成的作战中心 好这个他是说要来去查外企啊 还有入企的一些税款 那同时说可能会查过去的整个30年 所以大家就有一些紧张 其实过去类似的案例说在2014年 当时有一家知名的外企叫做锡节电子 是一家外资 也是当时全球最大的硬碟制造商 一度呢因为有这个被要求查税 他是位在江苏的一个2014年的案例 所以补税了15亿人民币 后来直接关场甚至走人 那等一下请老师来带我们看 什么叫做紧税合成的一个作战中心 是否已经上升到一个 因为大家知道这是张戒的事情 是否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政治圈的意涵 接下来请教老师 您如何看三中全会这一次 晚了这么久的时间来开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来解读的部分 好大概对于三中全会 为什么延误了 因为不能说延误 刚才这个使用的词汇不对 因为事实上它还是维持 还是维持所谓每年开一次全会 那去年开了二中全会 今年开三中全会 的确比过去都晚 但是没有说不符合规定 那只是说为什么会晚呢 大概现在有两种说法 我认为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 第一个说法就是说 因为三中全会按往例 就是讨论经济政策 那么比如像最有名就是 11阶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共的改革开放 那因此所以这一次三中全会 也是巡礼要讨论经济政策 可是去年的经济情况非常不好 那本来大家预期 在疫情结束后会有一个大的反弹 然后会有爆发式的成长 但结果反而让大家觉得 就是比疫情期间的这个经济表现还不好 所以说这些情况 就是说让大家会担心说 是不是这个要检讨这些情况 那或者说希望等到疫情 等到经济情况转好的时候再来开 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当然就涉及到 就是说整个经济政策 需不需要有大的一个更动 需不需要推出新的经济政策方案 特别是所谓大的结构改革 那因为毕竟来讲在去年 很多人认为说经济表现不佳的一个原因 是民营企业缺乏信心 那消费者缺乏信心 所以消费不足投资不足 特别是在消费不足这方面 尤其是引起很多人的担心 那因此你可以看到 这上半年以来大陆有很多的政策文件 其实都在谈所谓的政策可预测性 都在谈所谓的整体经济环境的稳定性 大概都是希望能够稳定消费者的信心 但进一步来讲就是提高所谓民营经济 民企业在大陆的一个 就是改善他们的经营环境 提高他们的信心 那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大陆去年成立的民营经济局 那么今年当然大家也会期待说 是不是这个三中全会会有相应的措施 好那这跟三中全会延后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这一段时间大家在辩论的问题说 需不需要有一个大的改革 需不需要大的结构性的 这个经济政策的改变 那可能在一开始是认为是不需要的 所以就没有急着要去开这个会 那现在慢慢慢慢觉得 真的好像有一些大的变革了 大家也定案了 也就开始 所以说这里头反映就是说 它的时辰延后也反映是 中共内部对于经济政策方向的一个辩论 所以两个 一个经济状况 一个是经济政策的方向 大概是这两个是被普遍认为 是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 外媒说党内之间老师怎么看 的确 应该这样讲 反过来说 就是说三中全会 它是一个可以确定 党对于一些出状况的这些 这个干部 他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比如像说李尚福跟这个魏凤和 去年就已经两个人就消失了 但是呢 到底是怎么个处理的方式 就要等三中全会开了才能定案 那现在三中全会马上就要开了嘛 所以他现在定案了 就是说两个人解除 就是这个剥夺他的党籍 开除党籍 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 还有另外一个人 秦刚 因为秦刚原来的本来也认为说 去年三中全会的话 就会处理他 就没有开 然后他已经先处理了 就是他的这个外交部长 先是去撤销他的国务委员 然后再来撤销他的外交部长 但大家注意到没有 他现在没有开除他的党籍 所以很多人 有的人解读说 这表示秦刚过关了 不会有进一步的处分 但是还有人就认为说 秦刚是不是会回来 真的吗 就是说你看嘛 因为最后没有开除他党籍 他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 所以这是另外一些传闻 因此三中全会 其实不能说是因为党内斗争 而是说呢 对党里头 这个共党 中共内部有一些出问题的 出状况的这些干部 要怎么处理 是要等三中全会去定案 老师这次三中全会 有没有什么大家会比较关注 有可能在会上特别来讨论 那当然美中议题 未来的进和 一定会成为一个讨论之一 过去定调可能都是大家和平 追求这个发展 那未来定调是不是不太可能了 这一次的三中全会定调之后 你如何看 三中全会 因为毕竟它是以经济政策为主轴的 所以对于中美的关系 中美的竞争 我不认为它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政策讯号 在这个三中全会里头去释放 但是它会处理到一个跟中美竞争相关 而且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中美的经济 科技的科技战 那这里头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宣布要开三中全会的 这个政治局会议里头也谈到 就是说未来中共中央 还是希望能够推动 所谓全球的科技的合作 国际的科技合作 也认为这个还是对于 中国大陆的科技的提升 科技能力的提升是很重要的 换句话说 中国大陆所期待的 或者说希望推动的一个 跟美国的关系 还是斗而不破的 还是有竞争 但是双方也有合作的可能 还是不希望能够 还是不希望脱钩 不希望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科技 完全处于这个对立 对抗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可以从 之前的政治局会议的结论里头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方向 这次有没有什么值得 特别来关注的三中全会的部分 当然主要是经济政策 现在大概有一些传说 包括就是说 包括就是说 对地方税务的这个处理 对地方税务的这个税制 会不会有重大的变革 因为中共在这个地方税制的变革 最大的变革在1994年 分税制 因为以前是承包制 那地方你承包了多少税 多的就是你可以自己留下来 所以地方就有很强的右衣动力 去发展地方的经济 那后来当然就出现了 这个到 这个分税制之后 很多的税收就流到中央去了 所以地方就靠土地 就土地的这个利润来源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特别是现在房地产陷入这个困难之后 地方就越来越这个财源枯竭 所以很多地方的公务员 就面临到这个减薪 或其他的一些支付上的一些 短期的一些障碍 那么现在好了 那地方欠了 地方累积了非常多的地方债 要怎么解决呢 中央要解决这一笔债务的问题 所以其中就有一个方向 是不是要给地方留下更多的税收 让地方有能力去解决 同时要提高地方 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诱因 所以这个大概是现在很多人 在讨论的一个可能的方向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还是在于说 私营企业的信心的部分 也就是国有企业扮演主导性的角色 可是私营企业这个部分 是不是能够在他的这个经济 他的这个内部的治理 以及整个他的经营环境上 能够整个能够更加的宽松 让他能够释放出他的这个经济活力 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大家 很多民营企业或者是消费者 会乐见到的就是说因为他 他就会是头上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说这个中共中央是不是会继续 在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所以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 以及他内部治理 是另外一个大家会希望 大家期待预期会有 就是大家希望看到的一个重要的变革的方向 另外一方面是私营企业放宽松 但是另外一方面老师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说这个 成立紧税合成作战企业的这个政策 老师你怎么看这一项计划 有没有可能外资跟入器被吓到 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 今天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跟内部的经济也有一些关系 是真的有这样子的关联性吗 老师怎么看 其实不完全了 第一个就是说当然因为在他的整体的这个房地产 我们刚才讲地方水手很大程度 仰赖这个房地产土地 那么你现在这个税收减少钱 当然他希望扩展裁员 因为很多过去的这个税收的减让 就是对于企业的税收的优惠 是来自于地方提供的优惠 那现在地方是累积最多的债务 所以当然地方政府是有诱因要去解决 要去把过去没有征收到的税收 把它征收上来 那这个是你可以从他动机上来讲 那当然这个也是有一个原因是说 因为过去地方在提供这些税的 这个租税减让的方法 其实是很多是这种灰色地带 或者是做法上不是很透明清楚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变成他有了一个可以去把这些税 要回来的空间 但是我说也不尽然 为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在去追征 这些税收的这个做法 不是从现在开始的 因为刚才施敏提到了2014年那个个案 对那个个案 事实上2015年那个时候 台商就有反应就是说 那个中国大陆开始在积极的去追征 那些税收 当年其实有一个统计 2016年17年的时候有个统计说 前一年台商平均补缴的税收 就是大概在5000多万 2015年的时候 2015年16年 那个时候 5000多万是台币人民币 所以当然他 我想这个应该是针对大企业 就是可能几个大的企业 他的税这个补增的 像有的税有的企业 他当年补增的税收就超过10亿人民币 对 那当然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因为过去很多的这些租税优惠 过去很多的租税优惠 它是一个在一个用灰色地带的方式去处理 所以上面就有追征的空间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大陆在 所以他经济发展高速发展之后 他也发现早期这种通过租税优惠的方式去鼓励企业 那并不见得真的能够去有助于企业在当地扎根 或者说企业的经营的绩效的 或者是生产效率的提升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他也发现到说很多企业 他采用了一个叫做移转性定价的方式去避税 就变成说他的很多的生产的加持活动是在中国大陆 可是他税也没有在中国大陆讲 因为他用移转性定价 就是他在其他地方的企业标比较高的价 在中国大陆标比较低的价 所以把那个税收就变成是移转到其他国家 而且国家他选择的一定是所谓的免税天堂 所以他用这样的方法来避税 那因为这种方法 中国大陆认为他们流失了非常多的税源 所以从2014年15年那时候开始去加强追征这些租税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老师我们最后一分钟 这个那警税合成 加入这个警这个角色 是不是有政治的意味在里面 我觉得倒不是政治意味了 而是因为大家听到警察就会怕 就不敢再逃税或什么的 我觉得因为大陆很喜欢用什么战略 作战这些概念 这种军方军事用语 去强调他的这种重要性 强调他的这种组合权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倒不觉得说 我觉得这个名字当然是很吓人 但真的具体的做法到底有 跟一般的这种征税的程序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看每个地方的做法可能不同 好 今天非常谢谢索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读播间 那就今天晚上9点持续的在正片见了 我们晚上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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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